世界上最庞大的10种巨无霸生物 中国仅一种上榜 你见过长30米重150吨的生物吗 你见过长达17米的巨型乌贼吗 你相信亚马逊曾经现10米长的巨型蟒蛇吗 你所能想到的最大动物能有多重呢 本期地球最top将带大家盘调 世界上最庞大的10种巨无霸生物 请长按点赞评论加订阅 让我们一探究竟吧 第十名巨型杀人蟹 世界上最大的螃蟹 这种螃蟹就如同一只变异的大蜘蛛一般 丝毫看不见有螃蟹的标志 它们的蟹体虽只有一个篮球那么大 它的腿非常的长 长度看起来足足有4米 堪比一些小轿车的尺寸 体重高达27斤左右 够一家人一天的食物了 目前人类所发现的最大标本 腿展开后长达4.2米 然而震惊的是体长却仅有38厘米 可能就是传说中的脖子一下全是腿吧 有着如此庞大的身躯 而且它们也对自己的身体控制的得心应手 一般的猎物在它们手中根本就跑不掉 甚至这种螃蟹会突然袭击人类 挥动强而有力地熬 将人们紧紧夹住 然后将它们拖入水中 所以人们才把它称作杀人蟹 巨型杀人蟹经常在日本海域之中来回走动 其他地方目前还没发现过它的踪影 传闻称 这种螃蟹原本的体型远非如此 但受到浮岛核电站的辐射影响后 它的体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而且行为也变得非常残暴 第九名 非洲鸵鸟 现今世界上最大的陆地鸟 也是世界上最笨的鸟类之一 虽然它们名字里含有鸟 但实际上只是名字了有个鸟字 它们完全不会飞 非洲鸵鸟的体型堪称鸟类的巨人 平均重约150千克 站立时的高度能达到3米左右 有些甚至可以长到3.5米 而腿部的长度就足足有一米长 它们的脖子和腿就像一根棍子一样 感觉一掰就断弱不禁风 非洲鸵鸟的眼球是陆地动物中算最大的 每只眼睛的直径可达5厘米 每一颗眼球重达60克 比它们的大脑还重 相当于一个鸡蛋那么重量 目前非洲鸵鸟主要栖息于荒漠和草原等地带 非洲鸵鸟虽然不会飞 但是它们有着强有力的腿 是世界上跑得最快的鸟类 时速可达每小时70公里 跳跃腾空达2.5米 还能够轻松跨越5米多高的障碍 堪称动物界的流响 而且鸵鸟的大脚丫下面有着厚实的大肉垫 就像是一双长在它们脚上的运动鞋 为它们高速移动增加了保障 第八名长颈鹿 地球上陆地上最高的生物 宛如行走的巨塔 体长可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7米 相当于一栋高约三层的楼房 就算是刚刚出生的小长颈鹿 也能拥有惊人的1.5米高度 而它们最显著的特征 莫过于那异常长的脖梗 通常约长2到3米 几乎占据了它们身高的一半 这个脖梗由7个颈椎组成 而人类只有5个 这种高度主要得益于它们的长脖子 而不仅如此 它们的腿也异常修长 有的甚至达到了2米之长 长颈鹿拥有一长高的泄压 达到了成年人的三倍 只有这样 它们的强大心脏 才能将血液输送到遥远的大脑 然而这种巨大的高度 也伴随着困扰 尤其是在饮水时 每当长颈鹿想低头喝水时 它们必须将两个前肢岔开 以便轻松弯下脖梗 这种姿势却使它们容易受到猛兽的攻击 所以长颈鹿在喝水的时候 会找小伙伴帮忙望风 自己一个人喝水的时候 容易丢掉小命 尤其是在充满竞争的大草原 你见过长30米重150吨的生物吗 接下来盘点世界上10种最庞大的动物 第七名白鱼 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淡水鱼 最大的体长可达8米 是当之无愧的淡水鱼王 最重可达上尖尖刻 按照一般人体重125斤来算 它的重量就相当于8个人加起来的总重量 常人说猪大300斤 鱼大没秤秤 而四川的渔民说得更具体 他们称千斤蜡子万斤像 蜡子是指中滑蜻 像则是指白鱼 因为白鱼俗称像鱼或像鼻鱼 由此可见 白鱼的体重如何了 虽然是长江中的最大鱼类 但也生长江白鱼数量稀少 所以它也有着水中大熊猫的美称 白鱼的腮感很大 好似两个大大的大象耳朵 它从身体的背面一直延展到头的负面 占据了身体的大部分 而且头部的长度超过身体长度的一半 由于白鱼的价值非常之高 于是人们开始大肆捕捞 从而导致它的身影在野外根本难以被发现 而在2019年的时候 一则消息震惊世界 白鱼正式被宣布灭绝 第六名非洲象 世界上现存最大的陆地动物 历史上体积最大的大象 体长可以达到惊人的八米 而从脚到肩膀的高度大概有四米左右 占据身子的一半 而且就单论鼻子的重量 估摸着也有个250斤左右 体重更是可以达到27吨 相当于18辆小轿车的总重量 而现在世界上现存的体积最大的大象 就是非洲象 根据吉尼斯世界纪录显示 这只世界上最大的大象 就曾经在非洲的一个小国家安哥拉生活过 这头大象的体重高达20吨 相当于一辆大型客车的重量 身高更是达到4米 这头大象不仅高 而且它的身体也特别的长 有数据显示 在它15岁的时候 身长就已经达到了竟然的8米 而象牙更有好几米接近身体的一半 而这一项最庞大的大象 记录到现在都没有被打破 因此它也被称为非洲象王 非洲象的体型大 自然而然的就需要大量的食物和水来维持 它们每天需要摄入大约200升的水 和150公斤的食物 是我们人类的200倍 第五名咸水鳄 世界上最大的爬行动物之一 在1957年的澳大利亚诺曼河 曾经有人发行了一条长达8.64米的咸水鳄鱼 经过相关人员的测量得到其重量达到了惊人的1.9吨 相当于一辆可以乘坐10个成年人的小型客车的重量 但是实际上咸水鳄本来都大 而且在普通的咸水鳄鱼体长也能达到好几米 现今最大的咸水鳄体长7.1米生活在印度 咸水鳄名字由来就是因为它们能在全沿度的海水中生活 这是别的种类鳄鱼所没有的 咸水鳄大嘴极其夸张 届是有力的下鳄使得它成为了世界上最强咬合力的动物 可高达4000斤 远超越狮子的三倍之多 甚至是我们人类的25倍 从理论上来说它们甚至比狮子老虎还要危险 并且它们有着长达13厘米的牙齿 估计能和大白鲨有的一拼 据估计 每年大约有1000多人在鳄鱼的袭击中丧生 而且几乎大部分都是咸水鳄半的事 第四名亚马逊森然 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庞大的蛇 它的长度可达10米以上 相当于三层居民楼的高度 而体重则超过225公斤 你如果想要移动它没有两三辆铲车是不行的 传说中亚马逊河中偶尔会出现巨大的森然 一些目击者甚至声称这些森然的长度至少达到了40米 体重超过两吨 然而这些传闻缺乏实际证据支持 因为亚马逊森然数量非常稀少 且它们只分布在偏远显为人知的地区 因此这些传言可能仅仅是捕风捉影 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这些巨大的蛇存在 实际上 目前已知的森然最长也仅有8米 这个长度甚至不及往文莽 然而其被称为最大的蛇主要是因为其体重 成年森然的体型非常粗壮 在所有蛇类中属于最为壮实的 其身体粗度可达到壮年男子的腰围大小 由于其粗壮的身躯 即使在相同的长度下 森然的体重也是往文莽的两倍左右 这正是为什么人们将其视为世界上体型最大的蛇的原因 你见过长达17米的巨型乌贼吗 接下来盘点世界上最庞大的动物 第三名巨型乌贼 世界上最大的乌贼物种之一 属于无脊椎动物 其身体柔软性情温和 它们主要栖息于深海区域 很少在日常生活中被人们所见 这些乌贼的身形庞大 最长可达17米 体重可高达750千克 这只巨型乌贼的身体特征非常特殊 长有8只细长的触手 而且每只触手都达到了惊人的10米 相当于三层居民楼的高度了 曾经有海上的传人说 在南非开普敦 见到过一只身体长度20米的巨型乌贼 但由于缺少相关证据 其真实性仍在考察 其外观非常像一个庞大的圆柱形身体 覆盖着鲜艳的红色皮肤 偶尔点缀着暗色斑点 极具威慑力 它们的眼睛宽达到27厘米 大概有一个足球那么大 巨乌贼主要生活在北极和南极海域的深水区域 尤其偏爱深海环境 它们常出没在水深几百到几千米的区域 偏好在寒冷的海域寻找猎物 第二名抹香精 世界上最大的齿精 它也是最大的哺乳动物之一 体长可以达到20米左右 体重更是超过了90吨 比一架波音747还要大 是海洋中的绝对巨无霸 然而人们对抹香精的印象 往往与其巨大的头部分不开 几乎占据了身体长度的三分之一左右 而且抹香精也有着世界上最大的脑袋 使人类大脑的五倍之多 因此抹香精也被誉为 世界上头部最庞大的海洋哺乳动物 但是脑袋大就不代表聪明 况且它们一天不是在吃 就是在找食物的路上 一头50吨重成年的抹香精 每天大约需要3500斤的食物 一天吃的东西 快要顶我们人类半年吃的饭量了 而且它们喜欢捕食体型大的猎物 尤其喜欢捕食大王酸浆油 而且每年它们要吞下 500多万只大中型乌贼 曾经在一头抹香精内卫内 发现一只长达12米 重达200公斤的巨型乌贼 第一名蓝精 地球上最庞大的生物没有之一 体长平均可达30米 体重甚至可达近150吨 相当于大约三辆大巴的长度 和超过15辆大巴的重量 蓝精绝对是有史以来最重的动物 甚至比侏罗纪时期的恐龙都要重 除了它的外形看起来大以外 它的身体器官也不是一般的大 比如说它们的心脏非常大 甚至还要比一辆汽车重 它们的呼吸道非常长 足足有30多米 可以在一次呼吸中吸入几十吨的气体 因此可以在水下停留20分钟 我感觉蓝精之所以这么大 是因为它非常能吃 简直就是海洋的无底洞 一天竟然能吃掉4吨的食物 而我们正常人类一天也吃不到1000克食物 相当于蓝精一天的食物 差不多顶我们一年的量 鳞虾是蓝精的主食 鳞虾体重也只有2克 据了解 一头蓝精大嘴一张就能吃掉大约200万只林下